前一阵子在gearspace论坛上偶然出现了一个帖子说是noise ash推出了一个motorn模拟的eq 结果那个帖子瞬间就被删掉 然后呢所有他们的网页也被删掉 虽然在网上还能找到一些照片 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延期发售 不过这款插件呢在昨天刚刚正式的上市了 而且超级的好 甚至可以平替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UA的插件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好我是Alex 首先要说一点啊 平替是指可以平行的代替 而不是谁比谁更好 平替就是说这个也很好 那个也很好 我用哪个都可以 那这个noise ash的插件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如果你经常看我节目 你一定听我唠叨过很多很多次了 我特别特别喜欢固定平点的均衡 因为不用废脑子 你直上每一个平点干什么呢 只要去选择推进或者是衰减的幅度就可以了 那motorn的这个eq呢就是这样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历史的话 其实咱们以前讲motorn的这个设备的时候已经讲过 这个设备是特别特别早的时候 motornstudio他们的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设备 不管是在插件还是在硬件都被复刻了很多次 它一共有七个频点 这个七个频点是完全固定的 你可以看到下面标注的这些地方 它最低到50最高到12.5K 这个频点不能动 然后呢你可以各增减8个DB 基本上你记住每个频点 可以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声音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就用它去调整行了 然后咱们现在看的这个版本呢是母带的版本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下有两条 控制左或者右 或者是控制mid side 这个插件在下面可以点mid side 你可以把这个调上去 要说这个noise edge的插件的设计 真的是都相当相当的不错 它们的设计风格 光影设计啊等等的这些非常的好 此外呢母带的版本还有一个功能是 这也是它原来的硬件的功能 它可以把它的频点切成一半 为什么切成一半呢 是因为以前motorn他们自己刻盘的时候 它有半速刻盘的这种装置 你半速刻盘的话 所有你的调整的频点的频率就需要降一半 因为你刻进去的速度是一半的话呢 你的所有的频率都要减半 但是呢这个东西可以变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把它调成一半 然后呢所有这些频点都会减半 50呢你就变成了控制25 那2000呢就变成控制1000 它这个设计特别特别好的一点是 它给了你一个中间值 从normal就是正常的频点 到half的一个无极的变换 你就可以想象所有的频点 从它自己这个数字 向它的一半慢慢慢慢的调整 比如说2000变成1000的过程 你如果在中间的话大概就是1500 那800到400的话就是600之类的 你就可以非常有意思的去仔细的听这个声音到底是怎么样的 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高切低切 那它的低切是一个可以变的 下面呢有link control 就是上下连接的控制 如果你mid side的话 当然你不希望连接了 然后这个knob的话可以是连续调整的 上面有数字提示 那正常的话应该是step 就是一个db一个db的 这也是他们的硬件本身自己的特点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它的rnd 就是类似于这种每一个通道 比如说你现在用左右通道 每一个通道声音不太一样 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点点区别 它的nuance deviation 所以呢就会超级小的区别 让你的声音听起来更不一样 或者更有趣 你可以随机去点这个 假如说你在你的项目里面有很多这个东西 你可以随机去点点点点点 然后它的声音会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听起来不是那么数字的冰冷的感觉 上面这个地方oversampling在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可以达到8倍的oversampling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 保证它的声音的品质 所以说了半天 我们来听一听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们先用normal的模式 看一看 这些频段 把你的中低频 就已经调得 非常非常饱满 好听 我们再试试高频 非常非常好听 特别特别平滑的一个声音 此外它在这个地方 有个frequency normal和half呢 一会我们把它转过来 你会发现你的频点 慢慢就像我说 往一半的方向去靠 那5000就变成2.5 2000就变成1000 这个就变成了400 你当然需要重新去调整 比如说你在 没有调任何的情况下 你如果希望提升65 到6570的话 那你这个130除以2 变成half以后 就变成65 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 重新 这个呢 比较160 400 OK 25 这比较2 你用这25 就可以推出那个 sub bass 特别 嗯 嗯 的那种感觉 如果你有这种 低音泡的设备的话 你会觉得那种 嗯 嗯 的那种感觉 低切 高切 高切 这高切和高频 这两个是可以配合 使用的 没有的 对 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声音 很好用 此外呢 别忘了它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功能 大家肯定都喜欢 就是宽度的调整 它默认是100% 你当然可以给它转上0%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但是你可以给它增加 Noise Edge的宽度调整的功能 都很好听 我们来试一试 i think it's true i never love the west side i tell i met you i was in it for the test ride long eyes big waves will stay the hit and now we hold hands Z4pch i'm from the big city Big dreams or big 50 The notorious jay-z has stilled in me White Ts Nobun trees What i'm front t the tops off The hydrons just for fun 对非常非常漂亮 它本身有一个立体声声场的控制就非常好 我们应该以前讲过 你可以去看一看 如果你单独想要立体声声场的控制的话 所以呢 这个是Noise Edge的Motown 那我所说的平T呢 实际上是这个 这个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插件 来自于UA的Histwheel EQ Mastering 它现在有native的版本了 那用起来不太一样 但实际上功能上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它所有的频点都是完全对应 它们都是忠实去复刻那个设备 UA的这个版本呢 并没有那种连续性 它所有都是一档一档的 这是UA做产品的风格 它们一般都是非常非常忠实原作 那这个地方所有的增益呢 都是只能是往上增加 但是你可以看到Deep Deep就是减少 Peak就是增加 所以你就去在这个地方选 到底你想减 还是想加 然后它也要半速 支持Mit Side的控制 然后你也支持这个Filter的控制 但是相对来说 这个低切会稍微的灵活一些 此外呢 它就有一个frequency 从正常频段到减半的 步进的过程 所以更灵活更好用 你可以找到一个中间平衡的点 不然的话你就限制在 像这边的比如13065 不是130.65 那Noise Ash呢 可以给你这个中间的一些位置 我大概对比了这两个 我感觉Noise Ash的声音 稍微的干净一点点 然后在推的很高的时候 它的Q稍微的好像是窄一点点 但是两个非常非常非常的接近 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到底喜欢哪一个 我们随便做一点点调整 然后来对比一下 咱们先对比一个 大家都能听得出来的800的位置 咱们推4 推5个DB 这边我们的800也推5个DB 只有这一个频段 然后呢 所有其他都是一样的 我们来对比一下 咱们先来听 Noise Ash 我认词 我认词 fixed to the hydron just for fun i took hold i passed for cool more i'm sure is your deep end fairy 这儿YUA 非常的像 我觉得YUA的这个频宽 好像稍微多一点点 我们再找一个5K的地方 稍微试一下 5K咱们推三个DB 2K推三个DB 然后这边也是三个 今天是Noise Ash 我不知道你听会觉得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像 所以为什么我说平T 你给我这两个哪一个 我觉得用起来都没有任何的实质的区别 都可以有很好很好的声音 那如果你没有UA的这个 或者你不想买UA的这个插件的话 Noise Ash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如果你对这种固定频点 特别特别经典的这种七段的均衡 感兴趣的话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Noise Ash的所有的插件 基本上都是非常高品质的 所以你可以去参考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儿 这个来自于Noise Ash的 Motone Pro Motone EQ 有些东西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天天要爽 拜拜